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看的是 美麗的他第二季第四集 是這一季的最後一集 趕快來看看 平涼木頭到底何時才能覺醒 平清的婚姻危機到底要如何度過呢 你就享受單臉了 你真的這樣想啊 最後還是先去回來找他是吧 你還在那邊 你還在那邊 你還在那邊說什麼 好好回答 那是正確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很適合 你很適合 我真的不太明白 所以 我喜歡 你很適合 你很適合 唉最後還是親居心軟 整個好 可惜 你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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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要 你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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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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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良 你想清楚 好 又有電話了 再次是情侶的電話 他們要去跟高中同學見面了 成田要結婚啦 好喔 結婚了嗎? 還有錄影VCR 我喜歡的 是什麼東西啊 還有這種情境劇 他高中同學都知道 情侶現在是有名的人了 明星降臨 憑良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他們要一起來 商業系 這是我父親的工廠 像影響者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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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最厲害的是 喜愛君 憑良 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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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侶被萬人追捧 但是他最羨慕的是可以結婚的那個人 然後憑良在這種場合不自在 就好像就他成就這一敵 那我覺得他今天很好看啊 他今天打扮很好看啊 那邊說 喔 小情侶天是誰 那個半島 原來你也知道喔 好像 大家都變成這樣 喔 又回到這個公園 嗯 又是小憑良 微微諾諾的走在後面 你看吧 情侶最羨慕的就是結婚 我沒有關係 憑良你有沒有意識到你老婆在暗示你 坐啦 拍照 好吧 情侶是已經猜到他會拍照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還回頭讓他拍 唉 結果到頭來又是千居在想辦法縮斷彼此的距離 千居也不是個完美的人 所以他也在想辦法改變 可是憑良你可不可以稍微試著脫離自己的世界 你不太看見 好 這樣的溝通很好啊 這也是輕輕的學習 怎麼會不虛弱啊 我看不出來 我覺得酒醉之後的千句好可愛喔 又回到了這邊 沒有講這種話 不要說我的男人是石頭跟你講幾遍 有在擠吧 唉唷 千句現在也會安慰他 什麼幾年了還在問為什麼 石頭又怎樣不糾正你這一點的 就接受你這個石頭的設定了 嘿嘿嘿嘿好 我現在要稍微稍微稍微 霸氣女王 對啦 就是兩個人的關係還是要兩個人都感到自栽 也不是親居一廂情願的 對不是親居一廂情願的說他要養平良 就兩個人就這樣下去 你還記得這句話喔 好 所以平常在他都會拿圍巾這樣給他墊喔 嗯 我也沒想到千句是第一次了 不過仔細想想他也是成年之後 就是唯一的戀情也就是平良了 你在幹嘛 這樣都能睡著 那不是平良發自內心的照片 這是在片場 好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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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分今年大変了 沒什麼都沒了 嗯怎麼了情人節喔 哈哈 屬於有人情 喔呦這麼大方的出櫃喔 OK 媒體的世界是 不在乎這些的 喧嘩馬虎 他跟他重要的人士都見不到面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個構圖感覺 清居後面的門是敞開的齁 安奈後面的門是封閉的 他找到野口大海了 又無頭無腦的道歉 所以野口大海也 他一來就知道平良是誰了 以前我還是負責想找不到的事情 哦這樣有嗎 哦 現在才知道 我才能拿我 好疲勞 我住不了 不穩命 既然不穩命 要求我們 那哈 你自己不穩 哈哈哈哈 如何 Hira Kazuha 要給他喝什麼 只會好好泡咖啡 攝影師的公眾室外牆這麼白啊 所以他收評量為圖 整是聽不懂人的暗示誰評量 我請問一下 Rida在反應 這人跟我們不合不來 我們是是A.S.T.A. 是A.S.T.A. 就職業嗎? 沒有想到沒有 然後要拍照嗎? 是為甚麼? 新鮮人 對啊他在想什麼 好幼稚的照片 人都消失了 最初沒有人的照片 他都看得出來 雖然他是專業的啦 對啊 都把平良的一切都看穿了 野口大海就喜歡這一款了 哦 他已經有想拍的人了 只是 對 怎麼了 所以他最後答應嗎 他這樣講是沒有答應啊 回來沒頭沒頭又在講什麼 有答應了答應了 對啦老婆還是擔心他的 你怎麼又跪下來 你還跪什麼跪 我還要拍照 嗯 我還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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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終於想要跟親居並肩作戰了 哦 所以在這邊跪下來 但是他這次是高跪的姿態 嗯 雖然他還是跪著的 但是他高度 已經跟親居是一樣高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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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死了 我送個禮物 怎麼這麼麻煩 怎麼了 又要把他供起來了 死了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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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誰啊 他們兩個 啊 啊 實在是好 你是要把他放到發霉 放到操聲是不是 嗯 啊 老婆餵你 啊 啊 啊 以前都是平良 給親居手掌吻 是平良下親居上 這次是親居的手在下 平良的嘴在上 這樣子接受他的巧克力 接吻了 哼 這次搞懂了 所以兩個人要接吻了 前居也接受了 好 嗯 好嗎 嘿嘿嘿 這才對嘛 平良 乖 這才對嘛 平良 乖 喔 喔 喔 黃色小鴨隊長 見證了他們的愛情 見證一切 哈哈 平良還是沒頭沒腦的 喔 平良很會嘛 好 哈哈 嗯 這就對了 又來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 拍拍 明明嘴巴在笑在那邊叫他刪掉 好 好 第四集結束了 上一集結束的時候啊 我還在在那邊擔心說 他們的矛盾在造數第二集的時候爆發 會不會最後一集解決不完 欸 結果我小看了這一部劇的編劇 他倒是非常乾淨俐落的 在這一集一開頭就直接 讓青春回頭來造評良 直接就把他們的矛盾給解決了 雖然平良可能一開始也還沒搞懂吧 也是在可能野口大海 不知道後來又跟他說了什麼的情況下 平良一回來才好像有一點開竅 有點明白了 最後就像平良所總結的 雖然緩慢 但是兩個人還是有在前進的 真好 也祝福兩個人在他們的平行世界裡 繼續天天秘密地走下去 好啦 就看到這邊 期待下個月電影版的上映 也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繼續看其他的劇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 掰掰